欢迎收看10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纤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看到 113年全国田径级标赛 从18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花莲县立田径厂来盛大的举行 而这次总共吸引到了全台将近800位的选手 以及400多位队职员参赛 而开幕典礼当中由县长徐真卫亲自的主持 引领贵宾们共同来见证这项大型的赛事启动 全国田径锦标赛是国内选手 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B级赛事 而在今年是来到花莲 从18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花莲县立田径厂盛大举行 花莲南北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一共跨越了西部的六个城市 所以我们有浩瀚的太平洋 我们也有高雄的这个山域 我们后面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央山脉 所以在这里来到花莲 值得留 值得收护心 也值得来在这里 集训 那希望在这一次 我们基本赛里面 大家都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开幕典礼中由县长徐真卫 亲自主持 引领贵宾们共同见证 这项大型赛事的启动 比赛项目涵盖短跑 长跑 跨篮 跳远 蹭竿跳高 标枪 铁冰等多项田径项目 选手们将在这两天全力以赴 全国今天锦标赛 在算是国内 世界积分最高的一场重要赛事 那明年在东京也有世界今天锦标赛 也希望各位选手们 能够加油为自己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争取好的名字 来为明年的自己赛 争取参赛资格 这次总共吸引到全台 将近800位选手及400多位队资源参赛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 还结合了当地的观光特色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与观众 都能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自然魅力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